老師大長 問你詢問關於這個幼兒園的事件 那其實在第一時間事發之後 現在教育局是有澄清說 在12月跟3月都是由幼兒園來訪市的 但是議員簡書庭他就質疑說 其實這個訪市並不是跟性侵案有關 而是跟這個幼兒園要不要主公共化有關係 是假的 當然我再次重申對這件事情 我們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那家長所感受到的憤怒 跟擔憂我們也感動深受 教育局其實有跟我回報 他對於媒體的說明 其實是應議員要求去公佈所有 我們過去有道遠的記錄 當然就包含而不限於去機查 甚至去做其他相關譬如轉公話說明等等 他把它詳列出來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事實就是如此 所以任何的發言我們希望都本於事實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希望 能夠讓民眾很清楚的了解 不要透過各種發言 來混淆事情造成家長更多的不安 市長你怎麼看 主任監察院發出信用稿 要查說就是北市府術示部分 另外他說針對幼稚園的名稱 甚至是加害者糧屍的全民都應該揭露 那北市府這邊也會來主動揭露 我想最主要二少全法第六十九條有相關的規定 但是我們也都會配合監察院的調查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監察院NCC 衛福部等能夠共同討論有一個更明確的標準 讓地方政府在第一線執行 能夠有更明確的規範來遵循 所以會覺得媒體不能報名 是不是根本就是變相在保護 就是凶手而不是在保護被害者 其實法律有相關的規範 但是我想在執行上面 如果能夠共同討論有更明確的一個依循標準 我想能夠會有更好的依循 那其實我們也請同仁盤點 在適用法律上面有哪些是可以讓中央 來共同討論修法 所以其中一項就是針對二少全法第六十九條 對於媒體是否可以公佈或報導相關資訊 如果是已知得以識別相關的被害人 那有沒有相關保密義務的地外規範 這個部分其實如果能夠有更明確的規定 跟審議原則 我想讓我們在執行上面 其實會有更明確的依循標準 這線網路上其實已經有公佈這個幼兒園的名字了 我們是在網路上 現階段會公佈嗎 我想我們還是會依照我們過去 所遵循的一個原則 跟過去處理的方式來進行 市長要求檢視就是2022年第一次接獲 通報到你上任之後 這一年的那個處理過程 那就您瞭解 目前這一年的處理過程 有沒有什麼不當的地方 或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大家所關於在前年 就是2022年7月當時雖然還沒上任 但是該案其實後來警方也介入調查 檢察官也進行偵辦 那該案也都全案偵查終結 不起訴處分 但是在前年7月當時第一時間 教育局行政上面的處理過程 我們都願意來檢視 那如果值得檢討的地方 要提進行方案 我也請同仁要來提改進的方案 所以這個確實 我已經請林華副市長去督導 因為不只教育局 還有包括社會局 甚至其他相關局處 跨局處 我想我們希望讓這樣的機制 更加的完備 避免任何可能的事情再次發生 市長那時間點嗎 大概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檢討報告出來 我昨天已經請林副市長來督導 那教育局課政在檢視整個過程 那我們希望能夠好好的檢視 讓每一個環節都能夠 如果需要檢討 我們能夠提真正可以改進的 進行方案出來 所以我們會盡快 那另外議員也講說 在2023年的三月新法上任之後 那蔣師傅為什麼沒有針對 這個狼師沒有停職來做補救 我要再次說明 我上任之後 第一次接獲通報是在去年的7月 所以從7月當月開始 我們即刻進行了六大措施 包括第一 停止遭受行程 第二 停止 第三 我們撤銷幼兒園設立的許可 第四 我們依法 處理法律的最重刑罰 第五 我們一對一聯繫家長 告知這樣的事情 第六 我們協助有轉脫需求的家長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在7月當月開始 即刻反映火速查犯 那外界所談的另外一案 是在前年7月所接獲的通報 當時我還沒上任 但是教育局跟我回報 他們其實有做了相關的處置 但是我們願意回過頭來檢視 當時第一時間處理的過程 那有該檢討的地方 我們會請同仁提出緊緊的方案 請問我們請問我們 待會兒子的成員 請問我們請問你 該不會 birthright 我該不會的 在你別受伴的過程 我好